Eat Milat Saeed 圣诞节快乐 欢迎来到多恩点阿拉伯的podcast 我是齐子飞 圣诞快乐啦 不知道这个假日大家都去哪里 我个人呢就请了三天的假 我就去了Fujera潜水 还有杜拜的一个沙漠酒店 那个沙漠酒店我其实非常推 大家假如有对沙漠酒店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我的instagram 就是满天的星斗 还有无边际的游泳池 望向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很浪漫 而且他的沙漠resort的就是那种风格 是有点仿古 就是很中东 非常中东建筑感 除了resort本身的建筑以外 他连室内的装潢啊 都是用比如说木头啊 木头色系 木头材质 然后灯也是很中东 你知道灯罩 就是他会打在那个墙壁上 会很绚丽的那种中东几何图案的灯罩 我非常喜欢 总言之我给这个resort90分 另外一个十分 就是因为他最近价值还是太贵了 不然我记得他平日好像 好像是是蛮蛮适合 不论是情侣去staycation 或者是家庭日的 那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这次去阿布达比 发现一家很好吃的阿富汗产厅 他里面有一个阿富汗的甜辣酱 叫做Afghani chutney chutney就是甜 酸甜酸辣酱的意思 酸辣酱 那那个酸辣酱就是 他其实不是太辣 但重点是他的酸味 他的酸味好像是 番茄的酸 还有柠檬的酸 所产生的 所以他很解腻 我整个发现这个酱料以后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减到饱 因为他不论是餐前搭配面包 或者是你在用餐的时候 比如说因为很多烤肉嘛 中东料理有很多烤肉 烤肉其实吃到后面会有点油 有点腻的时候 你加一点这个酸甜酱 酸辣酱 他的辣度还有酸度 重点是那个酸度会解腻 那个辣度会将 那个肉的口 肉的味道提升到另外一个档次 所以我本人就是非常非常爱这个酸辣酱 我就买了一罐回家 后来发现他连跟亚洲食物都很搭 就是我在煎葱油饼啦 干面啦 切一些卤味 卤的东西的时候 搭在一起都很香 好 希望有机会 大家可以尝尝到这个阿富汗的酸辣酱 我个人超爱 就买一大罐给自己当做圣诞节礼物 好了 那圣诞节话题就到一个段落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埃及的故事 因为其实上一集我们在讲说 不同阶段还有不同的国家 有给我一些不同的感受啊 或者是学习等等的 那我其实最常被问到的 我觉得埃及是一个大家蛮好奇 跟很想很想去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决定来分享埃及 除此之外呢 因为我明天呢 也要飞埃及了 所以觉得好 那我们就来温故一下 然后明天再去执行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埃及的比佛利婚礼 这故事真的是非常有趣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埃及的印象会是什么 就是埃及啊 大家可能会立刻想到金字塔 沙漠 骆驼 人面师身上 甚至是一些神妙 但是当埃及的这个印象 你把它跟比如说很时尚 然后很多金顺利的比佛利 就是两个好像蛮有落差感的 其实自己我对埃及也不算是这么陌生 但那一场婚礼真的有让我惊艳到 这真的是埃及的另外一个样貌 这故事其实要从我很久很久一次 去埃及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去参加了一个local tour 去爬山 就认识了一起爬山的另外一个男生 但其实就只有一面之缘吧 就是就爬个山上去下来 就是大家一团人 他有他的朋友 我有我的朋友 后来就加了联书 才发现我们有个共同朋友 所以我们后来就变成联书的朋友 那过了两年以后呢 我要再回去埃及 我就发了讯息给他 就说你会不会刚好在埃及 而且就我们真的 我那时候也真的是超级厚脸 想说就问问看 反正有机会就见面 没有机会也没有关系 但他就是太开心我要去 他就你知道真的是尽地主之一 就把我交付了给他另外一个朋友 那那个朋友呢 那那个朋友呢就也超级就是非常义气的带着我 就是在埃及啊 就是这几天都蛮蛮照顾我的 所以他不但请了假带我去爬附近的礁山 然后还有那天想说他还有什么可以带我去的 他就突然想到说我礼拜三晚上要去个婚礼 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二话不说我马上答应 但我答应完以后就想说 不对啊就是婚礼是这样我可以乱入的吗 就你想想看假如今天是你一个你的婚礼 然后来了一个路人 虽然就是人家是帮你就是庆祝祝福 但我觉得还是我们亚洲人想太多啊 但对于他也他就是很自然的想要带我去认识这个文化 带我去参加一些活动 然后我一部分是错愕这个 另外一部分是错愕说我哪来的衣服啊 因为我当初去埃及就真的是去旅游 所以包包里面都是裤子啦布鞋 就是很practical的装扮 没有什么高跟鞋跟洋装 然后那个朋友 那个朋友叫做Honda by the way 就是托姑 托姑给Honda 对然后Honda就跟我说 啊没关系啊没关系 你可以去 但是但是你必须要穿的 要特别打扮一下 我想说我就想说真的是糗了糗了 那我才知道Honda跟那个新娘是大学同学 他们以前非常要好 但那个女生交了男朋友就消失了一阵子 因为他们还蛮在意这种就是 呃有男朋友以后对于异性朋友的距离保持 但总而言之他就说他已经好几年没看到他啊 然后他想要他想要去 对然后他也很希望我可以去参加这场婚礼 他就说他们家的家境不错 会是一场fancy的婚礼 不会是不太像是你知道传统的阿拉伯婚礼 不过你记得要好好打扮一下 我说就心想说糗了糗了 我到底要去哪里找洋装跟高跟鞋 那后来当天婚礼的时候 之前我就冲去市区的一条斜街 还不是那种百货公司喔 他就是路边的那种斜街 我一逛再逛真的是 我真的是憨倒憨 因为那边的斜街的风格品味 真的很恐怖 就是要嘛就是大金色啦 大银色或者是你知道超级 超级高跟厚底高跟 一些很奇怪的款式 我真的想说难道我今天到最后要穿布鞋去吗 但总而言之 我找了翻遍了整条斜街 我的斜街大家来来回回找了三遍 总算找到了一双就是将就将就 而且还太大双 但我这宁愿大双也不要丑死好 所以呢我就还是买了下来 我后来就回到家 赶快就是换了个衣服 然后化点妆 我就跳上计程车 要出发先去找Honda 然后再一起去婚礼 大家知道我跳上计程车的时候几点吗 我跳上计程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台湾的婚礼就是中午的话 就是很正常大概十二点左右 就是开始吃饭 台湾晚餐的话 晚餐晚宴的话 大概就是七点吧 了不起七八点 那我十点出发想说 到底还要参加什么 但他的确就是跟我约这个时间 于是呢我就跳上计程车 就出发去Honda的 去Honda他们家 Honda他其实是住郊区 然后我是从老城区 就是市中心出发 市中心呢 其实是一个很很有味道 很有古埃及味道的感觉 他的整个场景啊 开罗的街景 很像老电影的那种感觉 很很 吞色的欧式建筑 然后那个公寓的大楼外 阿拉伯的那些题字上面 积着厚厚的一层灰 然后那个欧式建筑的 那个大理石街啊 中间也就是因为被人 常常踩大 所以已经凹了下去 大理石也不再像以往的 就是发光 都已经有点迟暮的那种感觉 整个画面超美 就配上那个 那个叫什么啊 电线感的黄灯 还有几只小猫啊 那睫毛在地上爬着厨鱼 跟旁边的人在露天的咖啡厅 就是几张椅子拉起来的咖啡厅 抽水盐吞云涂 那个就是非常typical的 埃及市中心的市容 后来啊 就出发去找Honda Honda那时候见到他说 谢谢 蛮蛮有经验到 因为他就是平常都是穿的 棉裤T恤 但那天也是全套西装 还有喷香水 就很阿卫男生 阿博男生的那种阿卫香水 蛮帅的老实讲 但那时候后来就换成他的车马 我们就出发去婚礼 那时候 见到他的时候已经十点半 我想说天啊 这场婚礼是我们要去吃剩台省饭吗 因为重点是我超傻 就是我其实没吃什么东西 就是你知道婚礼不就是要去吃东西吗 但总而言之那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我们在沿路上其实也聊蛮多的 主要是聊一些关于阿博 年轻人的恋爱 到底是怎么恋爱 我其实也还没有完全 我觉得不能不能以偏概全 因为过去我们其实蛮 还是还是有一些人 他是父母的指定的婚姻 或者是父母介绍的婚姻 甚至你们可能见过一两次面以后 就决定要结婚了 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年轻人 在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是自由恋爱的 但自由恋爱 其实后来他自己就跟我讲 就是 Somehow即便他在国外游学 他是受很好的教育 但是Somehow他的骨子里面 他的家庭里面 他就是深受阿拉伯的家庭所影响 所以他自己其实有偷偷跟我讲 就是Somehow他还是有一点 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 就是阿拉伯大男人的印子在 然后我觉得他有一个事情 我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他有跟我讲说 在男女一交往的时候 就是纯交往 非常非常纯的纯交往 那也不太会去见父母吃饭等等的 对于他们而言 就是正在要到见父母的时候 然后其实是已经算是正式提亲 才会带着该就是所有的礼数啊 你该准备的一些 算聘金吧 你要去女方家正式提亲 但之前其实我讲到过 阿拉伯人对于家庭 家族的观念是非常重的 所以当结婚这件事情 其实是牵涉到两方家族的事 南方其实基本上会负责所有的 比如说聘金啊 钻戒啊 婚礼啊 wedding party 还有婚后的房子 车子 装潢 蜜月 所有的支出 其实都应该是南方的责任 就是社会会期待 会期望是南方的责任 那这婚姻其实也不单只是两个新人的事情 更多的是家族嘛 他之前有跟我讲说 他交往九年的女朋友 后来变了未婚妻 亲也提了 房子也买了 但最后就是因为家族 就是两方家族的事情 有点搞不定话 最后就搞垂了 我觉得 我觉得蛮难想象的吧 就是在台湾 台湾当然家族也会有所影响 但影响力这么大 我觉得是我没有想到的 总而言之他讲的时候就有点落寞 但好险好险 我们很快很快就要到婚礼现场 那这时候我其实发现 就我们在往新开罗的路上 死去的时候 那整个窗外的街景 是完全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虽然没有去过比佛利 但我就把它想象成电影里面那样子好了 但埃及的比佛利 真的不夸张 它的建筑原本就是从市中心的那种老公寓 到新开罗的时候 它是变成一栋栋的别墅 一区一区的别墅社区 那那个社区啊 外面都是一排一排的棕榈树 棕榈树也都被照顾得很好 被打着光 被打着spotlight 所以在晚上就是闪闪发亮 它整个别墅的外面 外观都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所以从很原很旧 旧社区的感觉一直到新社区的时候 真的是你感觉是穿梭在不同的时空 他就跟我说啊 这边是新开罗 然后是其实是最近才规划的区域 然后有钱人其实都已经不住在市区 都尽量都是往郊区移动 这边的房子其实都是新规划的啊 所以不论是建材还有房子的那叫什么规划规格都是比较新的 住宅区也非常安静 他就说你可以把这边比喻成埃及的比佛利 所以我后来就把它称为埃及开罗比佛利 他也讲过说他们家曾经在这区自产 然后那个哪一个家的另外一个家族在哪边自产 他们家也算是就是家境还不错的 总而言之呢 我们后来就开开开就抵达了一个度假村 那个度假村气派 真的是一个气派 那个大门金光闪闪 然后警卫其实检查的非常森严 就是还有那种底盘的金属探测器 就是严格的检查了一次 才让我们把车子开进去 那时候我们开进去的时候 就先开到某一栋的地下室 我在地下室的时候 我就已经听到楼上的声音震耳欲聋 那时候懂吃懂吃哦 那时候我们到会场的时候 已经大概是11点 晚上11点 天哪11点你到底要吃什么 婚礼不是都应该结束了吗 没有 我真以为我去了夜店 我打开那个婚礼门的刹那 音浪太强 真的是太强 而且整个宴会厅啊 铺满着花 这是很多很多的白花玫瑰 然后灯光啊 灯光舞池 真的是舞池 还有更夸张的是 有三台 三台现场转播的摄影机 就是有两台是在地上 然后有一台是那种掉在空中 你知道像台湾的那种 你去录影棚摄影的话 他们电视节目有时候会有那个 录影机就是挂在空中这样子 他们的婚礼规模就是这样子搞 你现在很少看到台湾 就比如说你去谁谁的婚礼 然后大家会这样子搞 但总而言之很夸张 然后他后面有一个大的电视墙 很大的电视墙 就转播着现在舞池里面 谁在跳舞 然后大家很开心的情景 那时候大概是11点 居然还有一堆人 真的是一堆人 就是感觉是最最hyper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你除了看到形形色色的年轻男女啊 然后小朋友 还有那种很小很小的朋友 还有爷爷奶奶 就是那种老长辈 11点他们不睡觉 继续在唱歌跳舞 我真的觉得 阿伯的人 他们的血液里面就流着 跳舞的灵魂 就是只要音乐一来 不管男女老少 音乐一来就是跳 就是在舞池里面跳下去 后来浩纳就也把我拉进了舞池 然后我也要硬着头皮 就是跳了一下 我就看到了舞池中间 其实除了新人之外 有很多更多应该是他的亲亲戚吧 感觉是我觉得长得蛮像的 但重点是 蛮可以看出大家对于婚礼的重视程度 每个女生都是穿常礼服 包含爷爷奶奶 就是奶奶啊 或者长辈们 就是他们有一些还是会 头巾就是传统服饰 但他们的传统服饰 比如说他们的袍子 他们袍子不像是一般生活上颜色比较偏暗 深色的袍子 他们换的袍子 有些是白色 女生穿白色的长袍 上面有香钻 有些是香槟色的 那大部分在现场女生 其实是没有围头巾的 但更多是 有围头巾的 也装扮得非常典雅 他的头巾是香槟色的 或者是一些奶茶色 然后白色的 白色香边 然后再撒一些碎砖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其他就刚刚有讲说 没有包头巾的人 他们其实也穿的 比如说玩礼服 其实真的是长礼服 然后露胸露背 大家都是把他当成颁奖典礼的规格 再去穿出自己的战袍 所以整个婚礼的现场 不像是 应该是说可以堪比夜店的热闹 但是是非常温馨 还有祝福与爱 幸福的氛围环绕着 就是幸福夜店 但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婚礼的现场 他们在播什么歌 那些歌有一些是一些西洋流行乐 或者是阿博的流行乐 我后来发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们蛮喜欢请歌手来婚礼唱歌 那歌手是认真的歌手 就好比你把他想象成 假如今天是你结婚好了 然后你请了蔡依林 或者是你请周杰伦来 来婚礼唱歌 他会在你旁边 真的是在你旁边唱给你听 然后对你的祝福 旁边的亲朋好友 我就把他当演唱会 就是在嗨 我真的觉得超hyper的 但那一天呢 那天请的歌手我其实不认识啊 但感觉好像是蛮有名 因为旁边就是一出现以后 旁边的人就是疯狂的上去自拍 那真的是把他当演唱会在hyper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一路就这样又唱又跳 重点是那些新人 就是那两位新人 不夸张 他们就全程跳到尾 就是跳到满身是汗 那个新娘的婚纱的 你知道胸部乳沟的地方 都是汗 他还是继续又唱又跳 我觉得超级可爱 所以我们那时候到的时候 其实是大概晚上11点吧 所以一路跳哦 跳到凌晨两点半 不夸张 两点半 两点半的时候 后面的歌有比较变慢歌啦 你知道就已经像夜店 你知道前面hyper的时候要快歌 后面的时候要演 你知道抒情歌的感觉 那我们就唱到两点半 我们要先走 但大家还是继续唱 继续跳 所以我其实不知道 到最后就是整体的活动 好像有甚至有到清晨的 但我们那天就到两点半 我就先走 所以其实路上还蛮有趣啦 Honda就跟我再分享说 她跟她 她跟她那个朋友啊 还有她的新娘朋友是 过去的一些回忆 然后整个车 整个路上呢 她都是边哼哼唱歌 然后打着节拍 那真的是幸福感会感染 那后来她是先送我去 她是先送我去那个 直接送我回家 她就送我回到市中心 所以她整个 整个那个街景又是从 埃及比佛利的金光闪闪 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些灯光又开始暗了下来 然后又回到 很像很像一个倒带 又回到了那些 矮房跟那些欧式的老建筑里面 感觉就真的是在一个电影里面的场景转换 就是从很光鲜亮丽的地方 然后马上被拉回到 很像古老电影里面所看到的场景 总而言之 我觉得那一天就是很神奇 我就可以用神奇这两个字来形容 而且一般啊 因为去旅游很少会去体验到 婚礼的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婚礼啊 是了解家庭文化指导核心的一个方法 虽然不能说 婚礼以偏概全 以偏概全 但也能偷窥到 他们对于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还有他们在这样的日子 跟他们的文化 以及社会的脉络中是怎么样去呈现的 所以我觉得婚礼 假如大家有婚礼这个机会的话 真的可以去去体验看看 然后也可以想想就是说 那台湾的婚礼的呈现方式 跟台湾 我觉得你看就比如说像台湾 我们就比较少跳舞 而且重点是很多东西吃 我就把它当成去吃晚餐 跟去吃中饭的概念 但其实我觉得 这真的是蛮不同吧 就像现在要来宾 在台湾的婚礼跳舞 就好像也 大家好像也比较害臊 真的是文化的不同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次的埃及 比佛丽婚礼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就是埃及它非常的多元 还有它的多变 让你在每一次在埃及的时候 或者是每一天在埃及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像 很像都有让你重新认识这个地方的感觉 所以希望大家之后有机会啊 我觉得去埃及的时候 不论是大家比较熟能详的一些旧的景点区 有这个机会的话呢 你可以去新的景点去看看 然后去了解他们不同的面貌 就是对 我觉得埃及真的是 非常非常可以多次去探访的地方 好啦 那今天呢 今天讲到埃及嘛 其实就是因为我明天就要处罚了 然后 对了 我刚刚看到了 就是杜拜的机场 听说是人挤人 非常可怕的状况 好像大家要挑战 单日确诊数最高的感觉 但总而言之呢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然后我明天去埃及的时候呢 也平平安安 好啦 那对你阿博的Podcast 请继续锁定 然后每周二 目标每周二更新 锁定Instagram 有我更多的机器动态 那对你阿博 我们下次见 拜拜